台湯的三馬經澎坡 國民黨團是主張明天先開 飲食會 邀請行政議長 正報告 但受可能感受危險 報告記憶就請 台灣議長 韓國瑜調開 東團協商 雖然說 民眾黨團跟民進黨團 都準中 但韓國瑜是 只是不要調開調藥協商 台灣議議是十十個議 占對台湯三馬經澎坡 國民黨團暗算十七 先調開飲食會 邀請行政議長 民眾黨團十七開放的態度 如果當初接受我們十六號 開議的建議的話 今天事情也不會變得這麼複雜 但我覺得事情過了就過了 我們現在就是保持一個 開放的態度 要隨時隨地都 為這個人命的食安問題 而努力 所以像我們都隨時在 我們黨團的 幹部決定怎麼做 我們就跟隨黨黨幹部的意思走 韓國衆表示民眾黨團 早就主張提早開議 也要拜會國民黨團 討論法案的合作 不過因為日月已經是相會期間 所以要開飲食會 竟然要看見到危險的政議 民眾黨團幹事長 五十六號標示 東團願意參加協商 不過就歡迎他輸出 再去鄉鄉發言國東團 韓國儆是指示 因為時間跟作業的聽說 可能才沒有調去調查協商 這個國民黨團是正式喊請 院長召集協商 那院長今天以時程作業未變 不召集協商 那我想這副總召 應當去跟韓院長 好好的就六十八條直宣行事法 做一下討論 郭叔堯表示 尊重海公主的決議 占對調查協商話題 外界解讀韓國儆是沒有在插保訓期 不過國民黨團也團出 偏向二十開業這天 要求鄧建仁先進行專案報告 做事件報告 記者綜合報導